这个绿不要颜色太艳了 花瓶和那个 看你调的颜色和我在家 花瓶啊 调不出来这个色 怎么调不出来啊 你有那种 花瓶是在那底色花瓶 你往前走呗 花瓶往前走啊 别上这儿啥气 你在那底颜色 这儿来这儿来 你得过去 我加了点 加了点 加了 先画点椅子 先画点椅子 对 这点铝发点铝 我里面加点铝 今天把这椅子剪下掉下 我比 对是 不是进了就进不住 我说 是啥子 小这个 鼻根上有点铝就行了 在鼻根上有点铝啊 因为咱花 这几天椅子的时候 都是稍微种着 说是一磨为虫 对吧 我放这铝 这点手银可以 能占包 对吧 嗯 再老 好 来 多几个 这么大 让它 这么大 嗯 嗯 打来的去 这进去的底 中间这个 上底了 嗯 这个基本上没颜色没颜色在调 有时候是可以四笔 有时候打着它 你看中间都留着个空间 你看这都有变化 第一笔你看一头大 外长 第二笔都差一头 这个墨中间中间有变化 小包这个叶子都出现这种叶子也不好看 有外长的又不外长的 有大的又小一点的 你按照这一幅画的布局 你把那叶子给刮上 就是说你这一组叶子放在这了 下一组叶子你放到哪合适 整个这个画面上 在下方就是整间的分感 按照整个构图吧 你看这个叶子 这个绿看也不是那个太叶 太叶了也不好看 对就是那个发展膜绿 对 把那个绿粒也加了点 绿粒也加了点 这边是卸重的 这就可以再下一个叶子 对 上边也可以加几个叶子 这个上边加叶子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加了 干什么构图不要再正中间化 这个你在那出那个味儿说在那出来 你先 出味儿就准备在那出来 这个 出味儿啊 这个味儿就先不讲究味儿了 我先在那出 我等于准备在那出 不是准备在那出 我先刮叶子 你看 你看 这个大概步骤 这个大概步骤 咱第一个 你看这个划叶子 划第一个叶子 那么就划第一个叶子往哪划 是吧 这么大 对 你不要往哪划 对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这个上 中间这个 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是吧 也 也不要说摘整中 是吧 我撇在这边 撇在这边都可以 是第一个划 是吧 你绝对不能说划 是吧 第一笔摘到这个位置 那时候你考虑 先是考虑这个位置 是吧 这是这个划的中心 中心 中心也不是在上边 是吧 也不是在下边 是吧 基本上都在这个 中上 如果第一笔划的时候 你都感觉 划叶子 无论多大值是一样 是吧 都某一个从地儿也开始划 是吧 从天上边 从天下边 先划到这个中心这个主体的划 咱划这个位置 感觉这边 可以在这边再划几个意思 这边划几个意思 看又多又少 现在都没了事 你要考虑上边 上边再划 或者弄 活胆 是吧 这个你考虑上中心了 或也不然中心了 不划几个意思 是吧 也不然都是 骗这个 为什么骗这个位置啊 因为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这边划 这个高地点 什么样 看 你要在这边划是吧 太紧了 是吧 都考虑老货 你看 这是大概不均 对大概不均 下降虾 对大概不均 你要划里边这个 看 太近了 咱画一下 是吧 你要划这个位置画 一定要有盖 有实有酷 这个椅子画两个椅子 不要画多了 因为那不是个主题 是吧 主题在这个位置 对 对 在这个网上称之 等着那赶着画千叶了 这个构图也很关键 下边是吧 也得画两个少点意思 是吧 整个补剧都算是 基本上都算是在买的 别画了 别弄了 下边这个怎么画 是吧 呃 你可以在在在这个位置画都行 是吧 你不要重置 稍微在这个位置 这有些话也不要态度啊 这个意思基本上才是定了那个构图的 是吧 嗯 这个什么也是 画的时候不要离 一啥都倒了尾 是吧 都画一啥都画没了 是吧 咱们想画质干 画葡萄 没地方画的 是吧 先把这个大具先定合他 不是说再画了 我都不画一次的 有时候画了葡萄 说还可以再加一 是吧 嗯 加一子的 或者加拿带的 是吧 或者加在那个 有些这个 呃 是球材的地方是吧 需要加拿 可以点价 啊 不是说的话 这意思都比较其量啊 这意思不画了 是吧 再把大具先定好 嗯 你看这个空间什么的 都留着画葡萄的地方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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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个 啊 这个 画的金美金美 都是拆那个 就是趁势都够都可以 对 趁势够都行 这个趁势够 趁势够就是说 把这个毛笔 这个一定要 这个木不要加一点水粉 你加水粉 因为它太湿 你加水粉 就是硬的一塌糊涂 对吧 对 假如说你要说 那个叶子盖了 是吧 盖了 再化金美的话 就是死的 你这个毒素木 可以稍微弄一点 可以没 你要是试点 买木也弄 水粉也大 都应该一塌糊涂 一定要把这个 干了 这个用这个 勾收入主意 是吧 从中间勾 那现在勾进面也是 什么时候这个墨用不干 不用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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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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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